那回去的話應該會收到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裡面的話包含就是每次上課的內容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個禮拜大概就是九段影片 包含就是說呢 每次都會有一個重點回顧 然後另外就是開放資料 那開放資料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舉那個台北市的住宅切到的這個範例 所以如果回去的話 我是建議你們可以自己再找一些其他的開放資料 你有興趣的不一定是切到 不一定是跟治安有關的 可能跟什麼 比如說你跟投資理財有關上面也蠻多的啦 跟交通啊 跟什麼呢 像什麼伏兵役啦 或者是等等的吧 它裡面非常多 甚至像什麼買房子有沒有 買房子也有那個什麼實價登錄 內政部的 所以裡面的話基本上 種類其實非常多 你可以從這邊去搜尋 或者按照類別 它有這麼多類別 每一個每一個 這些都是政府的一手資料啦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知道 最新的一手資料的話 那基本上你可以從這裡面去找找看 當然它這邊有進階的搜尋 你可以再根據什麼 根據提供的單位啦 檔案格式等等的 那其中有一個部分 可能比較特別的部分 可能要注意一下 最好你找的時候 盡量找那個CSV的檔 OK CSV呢 在開放資料裡面也算是最多 它有38,208種資料 那CSV的話基本上 你們其實 常常的同學問 那個CSV到底是什麼 其實CSV基本上 它跟Excel完全相容啦 那比如說我們以那個 上個禮拜的那個 切到的範例 來看的話 那你會發現啦 反正呢 你只要搜尋完之後 你看一下 它這個資料的右手邊 它會跟你講說 它提供哪一種格式 那只要有CSV 或Excel 基本上都可以拿來練習啦 那當然呢 如果你是XML 跟Jason 那可能就比較會有問題 那Jason 其實新的版本它有支援 也可以開啟 不過理論上 CSV跟Excel 應該是最安全的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上禮拜講的 這個 住宅切到嘛 那打開之後 這邊就會有一個CSV 你可以下載 那當然檢視資料的話 它這邊會跟你講說 UTX8 那UTX8的話 特別注意 如果你不是最新的Excel的話 打開一定是RUN OK 所以喔 如果你要讓它不要亂碼的問題發生的話 那你可能要記得喔 你先把它下載下來 那當然如果你不是最新打開一定是亂碼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直接打開按右鍵 根據這個檔按右鍵把它編輯 或者用記事本來開啦 如果找不到編輯 你可以用開啟檔案用記事本 那開起來之後把它另存新檔 然後這邊的話記得喔 把原來編碼方式 改UTX8改成ANSi 再用Excel來開 那基本上就不會有亂碼問題了 那主要原因是這樣 因為微軟它堅持它原來的編碼方式 那現在最新的都是用UNICOR 用那個UTX8的格式 所以喔 除了目前微軟之外 其他的軟體公司都用UTX8 但是呢 微軟相對的 看起來好像比較不合群啦 其實你 大家也可以理解啦 為什麼 因為Windows市占率超過八成嘛 它想說我超過八成 你們全部加起來 還沒有我一家大 那為什麼我要跟你們一樣 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跟人家又不一樣 哪怕是新版本 它也支援UNICOR 但是它就是不要用UTX8這個標準 它又用另外一套標準 OK 所以它反正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你是用微軟的軟體 做完之後 你要跟別的軟體公司 資料做交換 常常會遇到亂碼問題 那怎麼辦 記得啦 反正編碼方式改一下就好 如果你要給別家軟體公司用的話 那你一樣嘛 機事本把它存成UTX8 再給別人 它就不會亂碼 那如果你要用微軟的來開 那就改成ANSI 這樣就OK了 好 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什麼是CSV 其實CSV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純文字檔 跟那個點TST 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副檔名不一樣 那跟TST它有哪個地方不一樣 特別是喔 就是說資料裡面 它一定用豆點做分割 有沒有 那那個C的話 指的是那個comma comma就是豆點 有沒有 就是用那個 S應該是分割啦 資料啦 OK 所以如果假如說你要自己做CSV的話 反正中間加豆點換行 中間加豆點換行 那就是芬蘭的地方 那這樣的格式以後呢 假如說你用Excel開的話 那直接呢 它就知道說 喔 你這個地方我直接幫你打開 但是呢 CSV用Excel開的話 會有一些限制 比如說呢 它只會有一個工作表 也就是說 CSV不可能有第二個工作表 也就是說 多工作表 那就不能用CSV OK 也就是說如果你假設 比如說你 你這個地方假設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這樣的話 存檔的時候 它一定會問你說 你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工作表可能會不見 因為它沒有辦法做多工作表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的注意 OK 那大概是這樣啦 上禮拜的東西 所以一般當然我是建議啦 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再找個專 找個練習廳 比如說開放資料 不一定是住宅切到 可能別的啦 你有興趣的 那之前有同學是騎摩托車嘛 他可能擔心說 摩托車停哪裡 比較容易被偷 他也很關心說 哪一區的切到案件最多 有沒有 那停哪一條路上最容易失竊 有沒有 OK 那有的人是比較關心交通問題 其實交通也 哪個路口最危險 對啊 你可以查一下 熱區在哪裡 所以經過那個熱區的時候 盡量 要停一下 開車啊 或騎車要小心 不過我查了一下 我發現 交通事故最多的 一定是大路口 OK 為什麼 因為人多嘛 那車多嘛 對不對 大家都要搶著時間過 所以大家都要搶著時間過 只要有一個閃失的話 那就很容易發生車禍 這可以理解啦 OK 所以 記得啦 大路口 一定要減速 那不是說小路口都不減速 當然不是啦 反正就是 盡量平 這個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回去的話 再花一點時間 建議就是活學活用 反正開放資料裡面這麼多資料 其中的話 還有大家 我覺得好像 大家有關 像剛剛講的什麼 交通通訊有沒有 另外的話 投資理財 投資理財是金管會裡面公佈滿多東西的 這個當然你也可以去查 好像之前有同學做一些專題的話 好像有什麼 有那個 像最近不是通膨比較嚴重對不對 他就是 就是 拿那個什麼 經濟部的哪個單位 他提供的那個指數 經濟指數 裡面就有一個那個 就是通膨的 這個 這個資料 當然你可以去看一下 其他還有像 勞保啦 健保啦 還有什麼安定基金 國安基金等等的 還有保險 等等的 那你都可以拿來 去稍微利用 OK 好 那這裡的話 請各位 其實這些資料的話 主要就是 當然呢 如果你不會用對方法的話 你要把原始資料變成可用資料 甚至是變成視覺化的最後的那個報表 那當然呢 就很麻煩 可是如果你懂的方法 像我們前面做蠻多有沒有 主要是利用什麼 用函數 聚集 VBA 再加上樞紐分析表 那樞紐分析表其實是一個還蠻方便的功能 可是樞紐分析表你要用之前 一定要記得 你一定要先產生對應的欄位 你才有辦法做後續的動作 OK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原理原則 只是說你要產生對應的欄位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常常就是需要用到一些切割 或者是合併的那個函數喔 有沒有 所以這些如果你熟悉的話 那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解決了 然後再丟給樞紐分析表 那後續喔 其實再畫個圖 其實就很快啦 有沒有 你做報表其實就輕鬆容易的事情 那如果你每天都要做大量的報表的話 那再結合VBA 有沒有 快速的就可以幫你把所有的報表都自動產生 那以後每天的話喔 你只要run一下程式 那所有的報表自動就產生出來 那如果突然間你的老闆要什麼樣的報表 那你也可以很快的給他他需要的東西 OK 所以這個我想喔 還是多多練習啦 因為像我們這個課程喔 其實最重要就是要練習 花時間 其實我覺得並不困難 最怕是說你沒有時間去找問題去解決 OK 所以喔 這個地方上個禮拜也講到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我們要繼續來看喔 就是 就是請各位在打開那個範例裡面 也許我們今天先 先看到第三個單元吧 日期與時間函數 那請各位把這個 有關日期跟時間 的這個函數練習打開 那今天的話呢 打開之後的話 比較重點的部分喔 今天我們有個綜合練習 這個練習主要是 利用那個 時間函數 來解決 我們要產生一整年的年曆問題 比如說呢 我今天喔 假如我今天有第一天 就是1月1號 哪一年的1月1號不一定啊 當然你可以去改 那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喔 輸入每一年的這個1月1號 那年的部分也許你可以 當才是個變數好了 你輸入哪一年 然後1月1號一樣 然後呢 我希望能夠什麼 自動填滿每個月的所有的日期 並且幫我把禮拜六禮拜天 格式化成不同的那個底色跟顏色 以示區隔 有點像是喔 做一年的Schedule啦 OK 那如果今天 另外的話 如果要做Schedule的話 那最後是希望怎麼樣 在每一列的下方再加空白 因為如果你當然全部做完之後 那如何 很快 因為像常常有同學 會有個需求啦 希望在每一個 資料的下方 增加一個空白列 有沒有 以前是什麼 自己手動慢慢插入列 那很浪費時間 如果列很多的話 另外它突然 它有需求另外一個 欸我那個空白列 要快速的把它刪掉 所以這裡的話 可能還是會學到什麼 一個物件喔 叫列物件 ROS 這個ROS的話就可以幫你 快速插入你要的列 快速刪除你要的那個列 OK 就是說刪除跟插入都可以很快完成 好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樣快速完成 一整年的年曆 那第一個問題是 欸 需要哪些函數喔 首先的話呢 當然我會需要的第一件事是 把每個月的第一天先產生 欸 每個月怎麼樣產生下一天 這裡的話呢 就需要用到一個函數叫E-Day 欸 E-Day函數喔 OK 你可以等一下看一下E-Day 那這個E-Day函數的話 其實就是怎麼樣 它的作用喔 欸 就是 讓你可以產生 下個月的同一天的日期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 在2月份喔 插入一個函數 找到那個什麼呢 欸 找到E-Day E-Day一樣喔 插入函數的時候呢 找到日期與時間函數 OK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喔 這裡面的話就有個函數叫E-Day 那E-Day的比較特別的地方喔 你可以看到它的說明 就是呢 什麼 傳回日期的 其實就是日期啦 然後呢 它這個在什麼 這是在開始日期之前或之後所指出的 關鍵其實就是月份 也就是相差幾個月的意思 按確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它就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你的 這個 你要跟哪一個日期相比較 所以特別是喔 STAR DAY 假設以這一天當基準 那我要產生的資料呢 是相差幾個月 欸 如果你相差一個月的話 你就輸入1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喔 它得到的喔 理論上就是什麼 下個月喔 那大概下個月 1月的下個月 那就什麼 2月 那年跟日都一樣 也就是說喔 它只會改變的只有月 年跟日都一樣 但是你會發現喔 欸老師怪怪的 這個地方為什麼顯示出來喔 是42005有沒有 得到的是42036 欸 明明這邊不是一個日期嗎 為什麼日期會變成一個數字喔 好像我在前面有講過嘛 其實它就是跟190年1月要相差幾天的意思啦 那雖然說你在表面上看到是這個格式 那主要是因為格式化的結果 但是實際上喔 日期存在Excel裡面就是一個數字 OK 所以喔 你會發現啊 這個數字 就是加了一個月份之後 就是這一天 那其實喔 為什麼要需要1 day 等一下想說 老師呢 為什麼1 day不是根據相差的日期 還是相差的月 其實月份最麻煩 因為月份喔 有28天 有29 有30 有31 所以1 day的話呢 它會幫你去算什麼 你相差的是大概是 一個月之後的是哪一天啊 所以它會自己去幫你換算喔 你不用去煩惱這個事情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2月1日就出來了 那你把它向右填滿 那向右填滿的話 會有一個概念喔 向右填滿的話呢 它這個儲存格的藍會自動加1 所以你這個地方向右填滿的話 那A會變成B 有沒有 所以呢 它相參照的本來是參照這個 它就變成參照到這個 那參照這個相差一個月 那就剛好三月 所以呢 你向右填滿就可以了 OK 有沒有 好 那這個頸字號是寬度不足啦 如果遇到寬度不足的話 理論上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 格式裡面的自動調整藍寬就可以了 它就自動幫你調整完它的寬度了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步我們就完成了 那第二步的話要做什麼呢 第二步的話 我要再把每一天再做出來 所以呢 其實底下的日期怎麼做 就很簡單嘛 就是把上面的日期再加一天比較好 因為其實日期本身 它就是一個數字啦 我剛剛有講過嘛 如果你改回通用的話 它就是這一天 42005 那如果加一是60 那隔四的話就剛好就隔一天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怎麼做公式 等於 等於 這個日期 再加一天比較好 OK 就A2加一就對了 那你把它向下 到32吧 然後向右 拉到L欄 這樣的話呢 就整年就出現了 有沒有 不過呢 當然會有一些些地方有問題 哪個地方有問題 喔 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 就是說呢 那理論上 因為 假設一個月全部都31天的話 那就沒問題 可是問題喔 就是 月份呢 有28天 像這個有28天 有29天 有30天 像30天 然後呢 有31天沒問題 所以 28跟30天 它就會多一些資料在下面 那當然怎麼辦呢 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 你當然呢 會想說 用什麼方式把它去掉最快 當然不是叫你用什麼 Delete 有沒有 一個慢慢Delete 那如果Delete的話 變成你要慢慢用眼睛看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喔 如果假如說 我今天換個日期 比如說現在是2015對不對 我把它換成2016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刪掉的地方 那2015可能29天 它就不出現了 那不對啊 所以喔 這個地方 我們應該是 給它一個公式喔 不是自己手動刪喔 應該是透過公式的方式來判斷 欸 那怎麼判斷 應該理論上是喔 必須寫一個邏輯判斷嘛 那方法很多啦 那我們直覺想到的應該是什麼公式 對if嘛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想到什麼 他們的月份如果不一樣 月份的話喔 你可能就要想到另外一個函數 叫曼斯 有沒有 那年的話就是一耳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一個 日期裡面的月份用曼斯 OK 那如果 假如我取到那個 它的月份喔 如果跟它加了一天之後的月份不一樣的話 那我應該就不要把它產生 而是應該把它刪掉才對 欸有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想想看喔 有沒有辦法 所以這題最難的地方在這裡 有沒有辦法想一個方法 就是喔 不要讓它產生不同月份的資料 讓它去掉 那去掉的方法該怎麼做 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是第一個啦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呢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喔 禮拜六跟禮拜天喔 它用不同格式 比如說禮拜六喔 假設我給它一個是什麼 嗯 深綠色的字好了 然後淺綠色的底好了 類似像這樣子 OK 那個禮拜天的話呢 那就說黃色的底 紅色的字好了 假設這樣的格式 那如果說我今天喔 如果用剛剛圖法練剛好的方法 那你一年可能就是有52週嘛 那52週裡面要做52乘2次 這樣的格式 當然你可能聰明一點 你比較知道 你可以用這個喔 有那個複製格式啦 而且你比較聰明還點兩下 有沒有 點一下只能複製一次 點兩下怎麼 點兩下可以連續複製 有沒有 連續複製 它可以一直刷 但是你必須還要再刷51次 然後再刷51次 哇 那個刷完 而且更累的是 如果假設你今天換了一個日期的話 那你又要重刷了 所以顯然不是對的方法 那我們應該怎麼發 什麼方式喔 可以快速的把禮拜六禮拜天 整個全部完成 OK 那當然喔 方法至少有兩種啦 至少兩種以上喔 比如說可以用什麼方式啦 這個不知道各位熟不熟悉 就是用那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邊有個新增規則 這也可以啦 但是這個的話 缺點也是缺乏彈性 如果將來你是要做一些彈性 程式化的部分喔 我還是建議用VBA啦 那可是VBA的話應該怎麼做 OK 所以待會兒有兩個重點 我們再來看喔 所以剛剛 第一個喔 請各位先用E-Day 所以剛剛用了兩個 一個是E-Day 然後把它什麼 這個慢時喔 這個前一個跟後一個相差一個月 OK 所以這個日期 就是E-Day A2 豆點1啦 阿巷又填滿 再來的話 這個是A2加1 那等一下要解決的 就是月份不同把它去掉 另外禮拜六禮拜天 把它格式化 OK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